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ames 最近马来西亚的政治 也是不是太过稳定的 可以看到最近报纸都在报道 就是武统里面 确实有人 可能就是不是太喜欢这个慕尤丁做首相 这一派的人就可能要动一 在来临国会开会 就是7月26号的时候 他们可能要撤回 对国门政府的一个支持 当然这个事情不一定会办得到 毕竟武统内部的人士 有一些他们还是要顾全大局的 不过这种比较不稳定的一个局面 当然 至于马股而言 这些市场是不喜欢这种所谓的不确定性的 所以最近一些股价的疲软 或许也是政治的因素 马来西亚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疫情 所以最近尤其是今天马来西亚的疫情 特别是西马那一带 中部那边相对会比较严重 这也是为什么雪龙一带来了一个EMCO 加强版的一个MCO 当然这对经济的打击是肯定有受影响的一些行业 当然你会看到来临的财报可能就会比较疲软一点 这个现象在股价 我相信一些已经反映在股价上面了 所以马来西亚今天单日确诊是增加7654个人 逼近8000人的大关 真的是疫情又在升温 然后全国活跃的病例是72201个人 那今天又死了103个人 然后ICU也是相当多人的 这个ICU的数目是接近950人 因为我们都知道变种病毒 它只会越来越厉害 像最近全球大家都在关注 秘鲁星的变种Lambda 它号称死亡率是相当高的 所以我国的卫生部 当然Lambda的病毒也不敢掉以轻心 都在防范 像我国的邻国印尼 当然近期也是疫情升温 然后印尼这个确诊跟死亡人数 都不断的破新高当中的 所以真的是要相当小心 从印尼那边过来我们马来西亚的人 走全球方面 当然一些国家像俄罗斯 英国甚至是美国的密苏里州 都有一些确诊提升的一个现象 那全球今天单日确诊是增加 三十四万九千五百五十八个人 全球今天单日死亡是增加七千四百二十一个人 不过马股今天还算是不错了 大势 今天上涨的counter五百一十三个 下跌的有三百四十七个 so SERBA DYNAMIC 今天还是起的咯 起了5.2% 虽然他一直做announcement 就是老板 老板就比较惨咯 就是最近都应该是margin call 都被forced sale 他的股票就被强迫 要卖掉一个相当低的一个价钱 不过 SERBA 刚才也做了一个最新的announcement 就是Busa一直有去inquiry 所以他就必须要回答 所以对于新的auditor 刚才我看了他的PDF的一个简报 他是说他们会在这个月底之前finalize 因为他公司之前的auditor KPMG 他就起诉他 so当然KPMG就被逼要辞职 离开 so现在SERBA 当然他也是 当然是寄出了非常多的quartation 他也是要请一个新的auditor 进来他的公司来做audit的一个工作 so今天他又起了5.2% 就是之前他跌到太凶了啦 一度跌到32分 我相信市场可能一些人觉得说他不应该只是值一个三毛多啦 太夸张了 这也是为什么SERBA最近就有起了一些上来的 然后PRIBA今天也起了20.9% 最新业绩转亏为盈 EUR又来了 OK EUR今天起了13.9% YOY是转亏为盈 然后DataPred 这支炒家最喜欢的今天也起了16.8% 他也是 ESOS出了14万个新股 Saudi起了9.1% 他做了announcement 就是有基金在买了 就是Credit Swiss 竟然买了Saudi 1050万个股 崛起变成一个major shareholder 巴素KGB今天起了13.3% 巴素KGB我昨天才做了一个简单分享 那么今天他又再次的疯狂 JAXJAKS今天也起了7.5% 因为他新一轮的private placement又完成了 OK 所以JAKS设压公司 你可以看到了 只要公司需要钱 只要他做一个private placement 就解决了 然后ADARUN今天也起了3% 最新业绩YOY是转亏为盈 那我本身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每个星期我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上面用这个价值投资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来到今天相当多我的选股回酬还是非常不错的 像HECSTAR GLOBAL 今天也飙了7.5% 所以在1.02分 HECSTAR最近才做一个bonus issue 就是5股变8股 那么之前我选HECSTAR before他bonus issue50.5分 也派了股息4分 这一年3个多月也是有231%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7年 Prolexus 今天也起了8.3% 所以在59分 他最近当然也是完成了bonus issue 他也给了free warrant b 所以之前我选他before他bonus issue45.5分 他也派了股息1.3分 加上free warrant b13分 所以这一年10个多月也是有126%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一个5年 UNISAM今天也起了2分 收在7.64元 所以UNISAM这几天他都有在之前他有卖了自己的这个TREASERY SHARE库存股 他也得到现金1597万 所以我觉得UNISAM管理层很聪明 就是之前股价低迷的时候买进 然后趁现在当然股价比较高了 7块多 他就把自己的TREASERY SHARE跟他卖掉了 所以也是一个赚钱的方法 所以UNISAM之前我选他 他的股价是2.58元 也派了股息12分 这两年一个多月也是有201%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上一个7年 当然还有其他选股我这边不说了 所以如果你enjoy这个选股的话 那么每个星期你会收到一份这个选股的报告 会用这个基本面投资法 就是全球很多大型的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基金公司 然后很多顶级的投资者 他们那么多年非常成功运用投资股票的一个方法 有人称之为投资震报 当中最出名的当然是大师巴菲特 他本身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所以基本面投资法就是我会去研究这些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来挑选出各方面比较强的 包括说他的管理层不需 能力是超强的 然后公司未来利润的潜能必须要高 公司资产负债表必须要健全 财务上要稳定 然后现金流当然必须要顺 你做生意到最后必须要收回cash 然后股息的派发会纳入一个考量 所以要强调这个不是短期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设计至少buy and hold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全球经济vshake反弹 如果疫情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是相当高 然后你钱再度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或者whatsapp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app号码在下面的discre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的facebookpm我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接下来跟大家前聊这一家公司 这一年多他的表现也相当的不错 那今天当然他的成交量也是不低 这一家公司就是Vidac Rubberhut OK WIDAD 他的cord是Vidac这一家公司 那今天他也跟着大势 也起了一个5.1% 收在41.5分的价位 他回忆2019年9月份 他那时候只有23分 当然我觉得我是看过之前的新闻报道 就是Vidac的管理层 之前他的股价两毛多的时候 他们是觉得非常低估Vidac这个价位 所以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他的股价从23分 也标到今天的41.5分 标了一个80% OK 不错了啦 这种账符其他公司 可能你要等上4年 他竟然在一年多做到了非常不错 他的市值Market Cap 11亿的一家公司 Current Ratio 3.01倍 5月31号最新的业绩 QOQ是进步292% 因为他QOQ是转亏为赢 他在上个季度4th quarter 他是亏钱的 因为我们知道了 Construction的公司 MCO怎样 多少都会受到一个影响在那边的 所以大家要心里准备 因为我们这一轮马来西亚的MCO 他对于建筑业的影响 我觉得未来的财报 大家务必要做好心理准备 多少都会有一个影响在那边的 So Vida 他来了QOQ 转亏为赢 他这个季度 他就小小 赚了一个94万在那边 那Vida刚才说了 他是一家建筑公司 Construction 建筑的 那么他除了做建筑 他还有做这个IFM Integrated Facility Management 就是综合式设施的管理 比方说叫他管理这个渡轮码头之类的设施 也是他本身主要的一个业务 Vida昨天就做了一个Announcement 就是他跟另外一家公司SKSASB 做了一个Agreement合约 他们要来成立一家JV联营公司 因为他们是得到这个文莱的一个contract 就是文莱的政府的这个海军基地 要交给这个联营公司去管理 所以这个当然是Vida的业务 他就是做这个设施管理的这个生意 所以这个文莱海军基地的合约是2901万 然后Duration是5年 5年的合约叫他去管理这个汶莱的海军基地 然后在这家联营公司 Vida的股份是80% 然后SKSASB是剩下的20% 好 所以今天他起了上来的 就是可能昨天的Announcement 他拿到这个接近3000万的新的合约 我们来看5月份最新的业绩 1st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1年 YOY他的revenue收入是回调下来的 OK 因为之前MCO多少是有影响的 然后他的收入revenue是YOY减少866万 减少了33.5% 减少了33.5% 从去年2588万 减少到今年只有1722万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的constructional project 也是到了一个尾身 OK 所以这一点很像那家JAX resources 就是他之前越南的发电站 到了尾身的之后 你可以看到他的收入recognized 就很少很少了 OK 当他的project到了尾身的阶段 所以当然YOY他的profit也是回调下来 因为去年他的PBT税前利润是有317万 来到今年就啊 他的PBT是剩下155万的 所以YOY他是回调下来的 所以展望未来prospect 他说他目前construction的segment 他剩下的order book还有一个2.7亿 OK 那个construction还有一个2.7亿 所以未来会够他忙上一阵子 那么在4月18号 他是有拿到一个新的project 就是要去升级 在Sungai Limau 这个water treatment plant 这个处理水的一个工厂 他拿到这个合约 Sungai Limau要去outrate他 这个合约是8980万 然后duration是130个星期 就是两年多的时间 然后他在5月18号 也拿到另外一个project 这是在Sungai Bukit Slambau 也是要去升级 他的这个水的处理工厂 不过这个Sungai Bukit Slambau 它的value是比较大 1.3亿 那么duration也是一样 130个星期 就是两年多的时间 所以你可以看到 WiDA在现在这种行情 他还是可以拿到新的合约 4月5月跟昨天 这三个新的合约 就手市场多少 也是比较看好他 他可以不断replanish 他本身的一个order book 在那边 那么至于他另外一个segment IFM 这个设施管理的order book 也是有一个1.9亿 也够他忙上一段时间的 所以这个1.9亿 也当然包括了之前 他才得到不久 就是Langkawi 渡轮码头的合约 2100万 然后duration是5年的时间 OK 5年的时间 所以总的来讲 当然 恭喜WiDA 如果你之前是 两毛多买进的话 你hold到现在 也是有一个不错的回酬 所以WiDA的股价 当然这1年多飙了80% 这种脏幅其实也是挺快的 在这种行情之下 Current Ratio 3.01倍 然后最新业绩QOQ 是来了一个转亏为盈 So 业绩展望 8月以来临的业绩 我觉得 有可能 是有这个可能性 QOQ业绩会继续的进步的 如果他锁住的合约 可以贡献的话 我是担心最近的MCO 可能对他也是有一些影响 在那边 所话不能说到太死 OK 也是要考虑到MCO的一个影响 当然 聊了那么多 还是Disclaimer 那四个字最重要的 就是买卖致富 OK 这四个字 买卖致富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聊到这边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有用资讯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受惠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以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 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那最后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 这边收看 我明白 那我们先按照 Zw Our 星人 那我们先跟大家拍拖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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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